台湾的社会正迈上高龄化 地方越来越多的长者 是需要被照护及关怀 而在后里就成立了一年的 泰安老人关怀据点 故地每周六都会邀请到 不同的专业领域的老师 来带领平均30多位的长者 硬起来运动 手做异品来活络身心 而在岁末将至 这一天在发展协会的带领之下 也邀请到据点长者 跟附近的民众 大约有80多位的民众 大家一起的同坐这手提包同乐 场面相当的欢乐 老师在台前讲解手提包做法 台下的长者们迫不及待的 开始动手操作 探社区发展协会 趁着岁末时节 找来关怀据点的长者和附近居民 大家一同体验做手提包 现场大约80多位的长者 跟随老实步骤 一边将包包上交 吹干一边和同伴们聊天 联络感情 场面是相当热闹 他现在要擦这枯子 这样擦下去 擦到脚温 这里可以蒸到干 这里来搭这个火 大家一起又有所欲 这样很好啊 大家如果有所欲 都很多人都很厉害 针对我们太阳里的长者 跟我们关怀据点里面的长者 然后志工大家一起来做这个手作品的制造的活动 然后大家可以动动脑 双手可以运用 志工细心的在一旁协助已经90多岁的旅首华阿嬷 他是关怀据点内岁数最年长的 泰安老人关怀据点从去年成立至今 照护65岁以上的30多位长者 就有每个周六时间带领大家活动筋骨 手作DIY等课程 达到关怀长者及活络身心的目的 尤其我们泰安里是比较偏远的地方 那因为大部分年轻人都在上班 独居老人也蛮多的 年龄老化 所以我们办关怀据点 可以让他们有一个休闲大家聊天的地方 受到长者热爱的手提包 无论是提出门逛街买菜都相当方便 主办方希望能藉由举办一系列的活动 鼓励长者们走出户外与社会共荣 结合志工的关怀与照护 达到延缓长者老化 在地照护的功能 接着我们为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